各位StarHK的观众,大家好,我是Ophelia蘇慧恩,是2016年的唱作新人 其实我之前已经入行一段时间,一开始我就是做model,读书的时候一边做model,也担任主持工作 在2012年我参加了公展小姐选举,在里面由威马电器引战我赢到冠军,也成为了四料的冠军 除此之外,我除了做无特宜,也有了一些主持工作 之前也在ATV里面担任娱乐新闻场景的主持,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做主持 因为做主持可以认识自己的口才,也可以令自己增广见闻,认识更多的人物 除了做主持,我也很喜欢唱歌 之前参加过超级巨星,第一届的超级巨星,虽然落败了,但在里面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 因为当你一个人未准备的时候去参加比赛,那天是不会给你机会的 因为那次是我第一次上电视唱Live Band,也是第一次唱Live Band 就是在大型音乐节目里面,那时真的很紧张,很紧张 我拜了之后,我也很专心地去尊严如何唱Live Band 和学习如何做音乐 这一年我会推出我的EP,第一首歌已经拍了MV 叫做《爱到跌至谷底》 就是说我自己和一个之前男朋友的感情 遇上一个坏男人,如何被他欺骗 如何在谷底里面重新出发 另外,也有一首歌叫做《情人节没有情人》 这首歌事源就是,其实很多人情人节里面都是没有情人 那做什么好呢? 在这首歌里面也有交代 就是陪朋友,或者和朋友互扫心酸史 那接下来我也会有多几首歌,多五六首歌 在这首歌里面出现 那通常这些歌我都会自己做 而且也会和一些监制合作 通常这些歌的歌词我会自己填 也是过一些感情试 希望大家在这一年,密切留意我的动向 现在就在这一年,密切都还没法 所以我们在这一年一起走 会把这些歌曲弄来 所以说,你给我做一些歌词 不及你要唱歌 然后你给我唱歌词 就是我们这首歌的歌词 我那个歌词 我一起唱歌曲 有什么歌曲 我感觉我来唱歌词